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做的最辉煌的事情就是两下 一个是2020年10月14号 他把华盛顿邮报报道亨特拜登的电脑笔记本的事情 他把这个账号给封了 他封了之后呢 就把活生生这件事情呢 就成为了一种炒作跟背景 然后就促成了这件事情 让美国人呢 没有更多的美国人没有机会知道真相 知道亨特拜登的丑闻 非常即时真实的 帮助了今天的拜登 民主党人最后入主白宫 这是非常真实的 那Facebook是掏了钱 买断了一些关键地方 关键州关键地区的 这个投票委员会地区的这些人 那他呢就是封杀舆论 封杀消息 所以Twitter跟Facebook 在社交媒体当中 两家公司是不可代替的 YouTube的概念跟他们稍微不太相同 Twitter的原因就是说 他的流动太快 他的速度太快 流动太快 爆炸性太快 所以这样的话 在今天的人的生活的习惯当中的 他就很成功的左右事情的真相 掩盖事情的真相 左右事情的真相 影响人们对事情的判断的本身 所以这是他当时的一把 就是他两次害了川普 一次就是这件事情 第二次就是第二年的 1月6号的国会山的事情 1月6号国会山事情爆发之后 那他就第一时间封杀掉 川普本身的账号 使得川普失去了 对事情本身的申诉的平台 而推特上充实了一切 来打击川普 以及相关共和党 主要是打击川普 和他本身的家族的 亲朋好友的一切 这样的话就充成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周围的一切 基本上是这样 那他的作用 就是他的产生的作用的本身呢 彻底颠覆了美国2020年 美国大选的本身 彻底颠覆了 所以这是一个 那至于说对比之下 至于说打击的情况 疫苗什么病毒 疫苗的本身的这种副作用呢 这是他走到了第二波 基本走到第二波 所以这一波的作用呢 他的影响跟作用呢 还并不像在美国大选中 那么决定性的 美国大选的决定性的结果影响 这是推特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所以你说他是助纣为虐也好 怎么样也好 我觉得都不过分 都不过分 都是很真实的 那而他当时的特点呢 比较突出特点就是 承认一切错误 但绝不改正 出尔反尔 在有关华盛顿邮报 纽约邮报的电脑盘的故事 本身的封杀 他明确讲是错误的 但他不去改变那个错误 他一直等到大选之后 就是接近大选 大选之后 他才把那个账号给解封了 但是已经概念的 就不跟原来的概念 是不一样的 失去了人们炒作的时间 知道真相的时间 那而推特账号到了川普 到了拜登 川普身上 1月6号国会的事情 他就永远封掉了川普的账号 一直到现在 所以这是 而大家把矛头都冲在 都冲着他去了 冲着Jack去了 后来他就辞职了 他从推特的 这个CEO的身份上离开了 那至于说 是不是董事会呢 好像可能是 但同时间 他又是马斯克的朋友 在不同的媒体当中 都提到说 他跟马斯克关系不错 他跟马斯克关系不错 所以这是另外一件故事 在跟马斯克关系 关系不错的说 昨天 他在推特上发表文章 他抨击了 现在的推特的 这个董事会 他抨击了推特 强烈抨击了董事会成员 在有关收购的问题上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这篇报道来自于 德雷威尔 美国的每日电讯 是他的头版 头版内容 他抨击的内容 蛮简单的 说心里话 杰克多西 在昨天 抨击了 该公司的董事会 发了推文 看看推特 董事会的历史 是很有趣的 我是最早的 开发 见证着 阴谋跟政变 在推特上充满了一切 特别是在推特的 创始成员当中 我希望有一天 能够把它拍成 好莱坞的金服片 他这个评价呢 就蛮特别了 这个评价 客观上 会给自己一个 很大的解脱 跟逃避的机会 就是 推特的历史的一切 推特董事会 历史的一切 是非常卑鄙的 是阴谋与政变的 那他就变成了 他自己就是一个 被阴谋者 他自己是一个 被政变者 那推特所做过的 任何事情 是他自己 被逼无奈的 包括推特在 马斯克购买了 9.2%的股份之后 推特自己发表声明说 他们不会恢复 川普总统的账号 那大家 毛大家的概念 都放在 马斯克身上 那事实看来 这个多西这么说呢 有他的道理 因为马斯克从买下 9%公布9.2%的 这个股份之后 到他上星期四 宣布要全额购买 星期五吧 全额购买推特 他是经过了 五天到六天的时间 与推特的 这个董事会的成员 跟他的CEO 进行磋商 了解之后 他的决定 跟今天 杰克的说法 是一样的 是否定董事会 所以呢 你不能不说 他有推卸责任的概念 那同时也揭秘出呢 如果这是真的的话 推特本身是被整个 左派的一个整体的势力 在掌控的 包括Facebook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 所有社交媒体 所以这个势力 代表着他的 他的力量就高过一个人 这个势力的本身 同样代表着 魔鬼统治的世界 那你完全可以 我们可以完全不接受 杰克的推辞 但他陈述的本身 是可以这么陈述的 而且他提到 推特的创始成员当中 充满了这些人 所以也就变成了 他离开推特了 是被迫的 他变成了一个无辜者 当然很多朋友 不一定接受了 我个人也不一定 接受他这种说法 但他站出来讲话 他起到客观作用 是毁掉今天推特的 包括CEO 包括他的董事会 他的力点 他的陈述 是跟马斯克一样 公司失调了 他在回应风险投资家 Dustin的一个声明当中 提到说 这是一个大事实 应对了古老的 硅谷的谚语 是基于今天依然适用的 古老的智慧 好的董事会 不会造就好公司 糟糕的董事会 会杀死一家公司 会杀死一家 那董事会呢 是遏制了CEO的 真正的他的权力跟职能 董事会呢 代表着现在的民主的 有着相当大的一种 民主的积分在 机制在里头 那这谈不上古老的智慧 因为好莱坞 因为这个硅谷本身 并没有那么古老 对不对 但是呢 好的董事会 不会造就好公司 好的CEO 是可以造就好公司的 董事会不会的 董事会永远会 它是一个分赃的团体 董事会是分赃的团体 它完全是靠股份的 对不对 它是追求利益 它是追求利益的 那坏的董事会 会杀死一家公司 杀鸡取卵 这些是完全是可以做到 当被问到 建议他依然在公司 董事会成员 他是 他是否被允许公开 发表这样讲话时 他说不可能 所以 那他这句话的话 就变成了 他直接挑战 今天的董事会成员了 对不对 他把所有的罪恶 都放在了 今天的董事会身上 在这点上 他就变成了 跟马斯克是合伙的 因为马斯克的论点 论据 说法是一样的 所以 因为他的身份 就因为杰克的身份 有道理相信 今天的推特将遭遇 很大的风暴 无论他对 无论他错 无论他正 无论他邪 但是呢 他以在现在 很客观的 利益身份的角度来讲 他跟马斯克成为了一个 共同的一个方向 他到底对推特 会有多大影响力 目前的他 他是否会左右推特 在未来的决定 我相信是有影响力的 是否能够左右不知道 因为他的发言 是跟现在的董事会成员 跟现在的CEO是对立的 所以这就变成了 推特有的热闹看了 完全有的热闹看了 而推特的责任 在推特自己的 今天的管理者身上 今天的拥有者身上 所以他们遭遇了巨大的挑战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